那么还有一些更高级的选择工具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说的这三块啊 这三块也是选择 那么下面这几块也是选择工具啊 那么这两个决定的话就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是魔术棒工具啊 一个是快速选择工具啊 这个工具的话有什么什么呢 特殊的地方是这样的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首先是这个魔棒工具吧 啊魔棒工具啊 好魔棒工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选的呢 它是怎么呢 我们选择这个魔棒工具之后怎么样 我们点一个地方啊 点一个地方怎么样 它自动的 它会自动的按照这个点的地方怎么样 它的色彩范围去选啊 比如说我点的地方是一个绿色吧 它是按照这个绿色去自动的去找类似绿色的地方 怎么把它选中啊 假如我点一下之后怎么样 它是不是选中这个绿色的范围啊 好 那么这个魔棒的话 这个上面这个地方大家记得啊 这里有个容差啊 容差的话就是它的范围啊 这个范围我们一般调大一点啊 这个一太小了啊 再说调一个三十啊 调一个三十 好调三十之后 那么接着的话我们来取消选择啊 取消选择之后怎么样呢 再点一下 是不是选中的这些地方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把这些地方全部选中了啊 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的话 假如说我怎么样呢 我还想再接着选是不是呢 接着选的话 那么默认的怎么样呢 默认的啊 那么在这里把那个选择模式也跟大家讲一下啊 选择模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默认的是什么 新选拥模式 这是不是新选拥模式啊 第一个模式是新选拥模式啊 新选拥模式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选择新的区域的话 会把原来的区域给取消 明白没有 比如说我选择这一块之后 把原来的区域给取消了 还会选择这个地方 又把原来的区域给取消了 是吧 我不希望这样 我希望加在上面去 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是不希望加在上面去啊 那么这个时候有个什么 第二个模式是什么 是加选模式啊 加选模式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这个地方加选 是吧 点加选模式之后什么 是不是往上加啊 往上加啊 比如说再点这里 再点这里啊 是不是往上加啊 加上去了啊 好 这样的话 几乎是不是大概的选中这些东西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还有一些个别的没有选中 是不是这样的啊 个别的没有选中怎么样 我可以怎么 我可以用其他的工具来加 是不是可以啊 比如说像这个这一块 是不是没选中啊 我可以用其他的东西加啊 比如说用什么加 用巨型加 是不是可以啊 一样的 巨型框选择工具 用加选模式 是吧 把这个地方加上来 是不是可以啊 加选是不是这样的啊 加啊 是不是可以加上来啊 加上来啊 好 这是加选啊 好 这是加选模式啊 好 加选模式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这个加选啊 好 这样的话怎么样呢 可以把它选中吗 啊 这是关于模棒啊 好 这个模棒的话 这样加选还是有一点点什么呢 有一点点那个什么 就是稍微有点慢的是吧 好 那么实际上我们还有更什么呢 更加快捷的方法啊 好 扛受加低取消选择啊 好 这个模棒工具 我可以选择这个盒子 我是不是可以选择这外面这个东西啊 好 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盒子外面这个东西 是不是可以选中啊 好 我选择它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不是把盒子外面的这个 灰色的区域给选中了啊 加选这个啊 选完之后怎么样呢 在什么 选择里面有个什么 反向啊 反向之后怎么样 是不是就把盒子选中了 这是不是很快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是它的这个厉害的地方啊 这是更高级吧 是吧 好 这个刚才我们很累的 把这个东西用多名积选择工具是吧 选出来是吧 这边更好的工具啊 好 那么这个这种选择工具是针对什么 针对这个背景比较单一的时候 可以这么选吧 如果你这个背景是一个纹理 比如说里面有很多花啊 树叶啊什么的 你可不可以这么选啊 选不了吧 是吧 选不中啊 主要是针对这种背景比较单一的这种图像的话 可以怎么呢 可以选中啊 好 那么接着再来看一下啊 刚才讲了几个 再说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素材是这个啊 比如说还有一个素材是关于这个车子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车子啊 好 这个车子同样也可以怎么样 用我们的这个模板工具来选吧 如果我选这个车子的话 是不是得点很多次啊 是吧 加选加 往上加是不是这样的啊 同样的怎么样 我们可以怎么样 先不这么选吧 Ctrl加D取消选择啊 点这个车子外面的这个什么 灰色的区域吧 是不是把车子外面的灰色区域选中呢 然后在选择里面有个反向是不是啊 是不是把车子选中了 Ctrl加C啊 好 这里面来 Ctrl加V 是不是把车子选中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选中这个车子啊 这是他高级的地方啊 好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的话是关于这个 还有一个工具啊 跟他类似啊 还有一个类似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这个模板里面还有一个快速选择工具 这个工具是什么呢 就是在外面 在上面画 画出选区啊 那么的话这个 它是画出选区的话 它有一个笔触 就是这个 这个画的这个笔啊 它的笔刷有多大 那么这个笔触的话在这里选 在这里这个默认是二吧 看到没有 它是有这么小啊 把它调大一点是不是可以啊 点它把它调大一点啊 调大之后那么大概这么大是吧 那么可以怎么样在上面画吧 画出选区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类似于模板啊 它是不过是在画 画出来这个选区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画出这个选区啊 是不是也选中了是吧 选中了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两个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选区的一些什么 这个操作啊 比如说再来这个假如说 选择这个 选这个数的话是吧 一样的是吧 那么在上面画是不是可以啊 好 这个地方的话怎么 这个比数是不是太大了 我把它调小一点是吧 调小一点啊 调小一点接着在上面画出这个 是不是啊 画出这个选区啊 好 大家画的时候记得什么 我是在加选模式啊 这是不是有个加选模式啊 这是加吧 加选模式啊 好 如果是这种模式的话 我画新的地方是不把原来的取消了 是吧 记得在加选模式下啊 这个也是加选模式是吧 好 选 选的时候是加选模式 加上面的这个什么树干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是关于这个 这两个选区啊 这两个选择工具啊 一个是模棒 它们类似啊 类似 好 模棒的话最快的方法是什么呢 选一个区域的时候反选是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啊 好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这个选区的这个什么呢 这几种模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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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几种模式呢 比如说这个 嗯 我们选择选择一个工具啊 这模式呢 默认的第一个模式是什么 是这个什么 新选区模式是吧 新选区模式啊怎么样呢 我们选一个工具之后怎么样 选一个区域之后 再选一个区域怎么样 原来的区域是被取消了吧 是被取消了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如果说我在新 在这个加选模式下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样 那么我们选一个区域之后 再选一个区域怎么样 是不是加上去了 是吧 再这样的话 是不是又加上去了 是吧 我们甚至还可以怎么样 用其他的模式再往上加 是不是可以啊 比如说这里 再加一个 这是新选区模式啊 刚刚是 新选区模式 这是加选模式吧 再往上加 是不是可以加上去啊 是不是这样的 加上去吧 是不是可以画出一个很奇怪的形状啊 是不是这样的 这是加选 是不是这样的 加选啊 加选模式啊 加选模式之后 那么这是一个选区吧 同样可以复制粘贴吧 是不是这样的 复制粘贴 那么就 复制粘贴的是这样一个区域 是不是这样的 好 这是加选模式啊 接着的话 那么还有什么呢 简选模式和乘 这个是交叉模式啊 好 简选模式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这里 先画一个圆啊 先画一个圆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怎么样 我再简选模式一下 再画一个圆 是吧 那么后画的东西怎么样 会减去这个 或者上面做减法啊 比如说我再画一个圆 怎么样 是不是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减出一个月亮出来啊 是不是这样的 这是不减选模式啊 减选模式啊 好 包括的话怎么样呢 包括啊 比如说这个是在于你的发挥了 是吧 好 比如说这个什么呢 呃 画一个圆 是吧 画个圆的话 然后这里拿一个缺口啊 是不是这样的什么 剪 剪出一个缺口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比如说再来一个什么呢 这个巨型是吧 来一个巨型啊 好 简选模式下 是这样的啊 我可以是吗 用这个圆来剪吧 原来剪啊 是不是可以剪出一个很奇怪的形状啊 像说这种形状是吧 好 这样的形状啊 类似于这样的形状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是不简选的啊 好 这是简选的啊 那么这个简选怎么样呢 是大家的什么呢 就是 看你的想象力的是吧 想象力的啊 那么就是剪出这样一个形状啊 好 好 那么的话 最后一个什么呢 就是关于交叉的是吧 交叉选择什么呢 就是两个选区叠加的部分 交叉啊 比如说我先来一个什么呢 先来一个椭圆是吧 好 我再来一个巨型选择框 然后用交叉模式 怎么样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是不是选出这样一个区域啊 这是不是交叉选择区域啊 交叉区域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在这个模式下的话 任何选择工具都可以用 是吧 比如说我又想什么呢 用这个 用其他的工具 比如说再用这个 什么 用这个多变形选择工具 是吧 我也可以什么 简选吧 是吧 比如说我在上面 剪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是不是可以啊 好 这个是不是可以剪出一个东西出来啊 好 这个在于你自己灵活的配合使用吧 配合使用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选区的几种模式啊 选择几种模式 好 好 又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啊 大概有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羊要说话 是吧 这个小羊说话啊 我在这个地方 用一个小圈是吧 再来加选模式这样子 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拉出一个气泡的形状啊 是吧 然后这个地方 写这个小羊的话 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是加选模式啊 好 这个在于自己想了啊 在于自己想了 好 这是关于这个选择的几种什么 人系的模式啊 好 那么刚刚的话 这个几个 这两个工具还是比较好用的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两个啊 好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说点新东西啊 大家再操作一下啊 好 那么刚才是几种模式啊 那么是讲了这几个是吧 那么再看一下选区的编辑技巧啊 大家来再总结一下啊 选区的话总结什么样呢 我们在新选区模式下 是不是可以移动选区啊 刚刚讲过吧 新选区模式下可以移动选区啊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这个新选的一个圆是吧 那么的话 我现在想移动它 是不是移动不了啊 这个走是什么 是加选模式吧 好点这个新选区模式是不是可以移动它啊 对新选区模式它可以移动它啊 或者怎么样用选择里面的什么 变化选区是不是可以移动它啊 这是两种啊 或者变化选区的话还可以怎么样 还可以编辑它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是关于选区的这个操作啊 好那么选区是什么样 可以加减乘除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是刚刚讲的吧 就选区可以什么 加选减选乘选是吧 乘选就是交叉选择啊 好 那么接着的话 选区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调整边缘啊 调整边缘啊 调整边缘啊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说吧 调整边缘啊 好 变化选区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对选区进行变化吗 刚刚也做了吧 变化选区啊 就是刚刚做了什么 对选区进行选择里面 有个变化选区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选区啊 好接着再来看一下啊 反选 反选刚刚也做了吧 就是我们用模棒选一个背景色 然后反选就选出背景色之外的 元素了是吧 物体了吧 是吧 反选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刚刚选择这个车子的时候是吧 车子的时候 然后是模棒选择它 然后再怎么 反选吧 好这里也有个什么 选择反向啊 包括这里的什么 反向是一样的啊 是不是反选啊 是吧 好 接着的话 那么还有一个取消选择 选择就是取消当前的选择啊 选择的选择 好 这是关于选择的什么呢 一些技巧啊 好 好 接着我们再来说点东西啊 再说点东西啊 再说点东西再来再练一下啊 那么的话 再看一下关于这个 这个选区的特别注意的地方什么呢 就是选区只对当前图成起作用 选区超错失败一般是当前图成弄错了 是吧 那么刚刚我们也是的吧 好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选择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图成是吧 比如说我想选择这个什么呢 logo是这样的啊 好 Ctrl加C 是拷贝不了啊 就是什么 当前图成选错了吧 好 按点它 按Ctrl键点它 这个时候怎么样 才可以选中它吧 Ctrl加C 没问题吧 是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注意点啊 这个注意点 好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这个 呃 裁切啊 裁切这个放 放以后再讲啊 我们等一下再说一下 再针对选区 还有一些操作啊 再说一下啊 好 选区的话 那么还什么呢 选区我们可以什么 对选区进行复制粘贴吧 复制粘贴是没问题吧 比如说选一个区域 然后复制粘贴啊 好 那么选区的话 还可以什么呢 还可以填充啊 这个很重要啊 选区还可以填充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针对这个 蚂蚁线进行填充啊 好 比如说这个时候啊 再来看一下啊 好 假如说我这 我的这个图像上面来啊 我刚刚新建的这个图像啊 那么这个东西太多了 我是不是可以删一些东西啊 删一些东西啊 好 删除的话那么 可以删一些东西 比如说这里面 是不是很多图层啊 删除图层的话 可以用这个 下面这个按钮啊 这个按钮 它是删除图层的啊 好 比如说我这个 我点这个删除图层是吧 点四四 删掉这个图层啊 好 再点它 删除图层啊 删一下啊 好 太多东西了 是吧 好 假如说就这么几个东西吧 就这么几个东西啊 好 把它摆一下 摆一下 大概的摆一下 然后的话 我们来演示一下 那个什么呢 关于选区的 还有一些操作啊 好 刚刚我们指振的选区 进行什么呢 复制粘贴是吧 那么假如说 我再来做一个选区啊 比如再做一个选区 比如说我拉一个框出来 怎么样呢 那么我们还可以 针对这个框 进行一些其他的操作啊 比如说啊 我我画一个月亮码 是吧 比如说画了 这这一个 一个圆 是不是这样的 一个圆啊 一个圆之后怎么样 再来一个圆 是吧 这个圆的话怎么样 用这个拣选模式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么再拉一下 是不是拉出一个 月亮出来啊 好 那么我想做一个 黄色的月亮 是吧 那么这个区域 是不是出来了啊 好 这个时候最好 是怎么样呢 新建一个图层啊 新建图层的话 在哪里呢 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 在三图按钮的旁边 新建一个图层啊 好 新建图层之后 点这个新建图层 那么这个地方 是不是多了一个 空的图层啊 图层三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 对这个选区进行什么 填充 填充的操作啊 比如说这个 边际什么 这个填充啊 他这个地方啊 填充 好 填充的时候 那么怎么样呢 可以选择一个什么 颜色啊 这个什么地方有什么 前景色啊 前景色是指的什么呢 指的这个 指的这个地方呢 前景色啊 这个地方 这个颜色啊 这叫前景色 这叫前景色 那的话还可以选择什么呢 背景色 或者是直接选择颜色 是吧 好 那么我们一般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先什么 先把前景色选一下啊 先选前景色怎么选呢 我们点这个按钮啊 点这个按钮的话 点一下它 然后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选颜色啊 假如我选一个这个 这个啊 就选了一个颜色啊 好 这里是选大范围的颜色啊 选择大范围的颜色 选完之后的话 再用在里面再 用这个圈啊 圈一个小范围的颜色啊 选中之后是这个颜色啊 好 确定啊 确定完之后 那么我们的这个框 是变成这种颜色啊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前景色怎么样 就变成这个颜色了啊 然后的话再什么样呢 编辑 然后填充 是吧 然后是选择前景色 是吧 然后点确定 是吧 那么这是不是填充这个颜色啊 好 前景色填完之后怎么样呢 Ctrl加D取消选择 是吧 那么这是不是做了一个月亮啊 是吧 好 这样子 是吧 做了这样一个月亮啊 好 大概这样子 是吧 那么我还可以这么 Ctrl加D在进行什么呢 编辑吧 好 是这样子啊 好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填充啊 填充的话就是说 对针对选区填充一种颜色啊 这个也是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啊 好 那么针对选区还有什么操作呢 就是啊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描边啊 描边的操作 描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选区的那个线上面描一层颜色啊 叫描边啊 好 那么同样的比如说我刚才说这个小杨说话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我这里画一个小圆圈啊 小圆圈啊 在加选模式下是吧 加选模式下 好 这样的一个什么 这里的形状吧 是吧 好 我来描边啊 描边的话 最好你描边的时候是有色彩信息上去吧 最好还是新建一个图层啊 那么有什么时候为什么要新建图层啊 如果不新建图层的话 我这个时候描的边的这个东西和这个月亮是同一个层 那目前在月亮这个层上面吧 大家看一下我啊 好 那么的话 如果我直接描边大家看一下啊 好 我先设 先什么呢 先描下边吧 大家看一下啊 描边是什么操作呢 一样的啊 边基 刚才是填充吧 填充的下面是什么 就是描边 看到没有 描边啊 好 描边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是怎么样呢 选择这个粗细啊 你描多粗啊 假如说是两个像素吧 稍微粗一点啊 颜色的话 这个颜色是什么 和背景色对上的吧 背景色对上了啊 假如说是 它有什么呢 相当于这个框是外面 还是中间 还是里面啊 这样子 好 假如说就具外吧 好 点确定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是不是描的 这个这样一个形状出来了 看到没有 是吧 好 描到这形状看一下 这个时候描的边的 这个色彩性 和我们的月亮 是在同一个层上面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想移动的话 是不是移动 移动两个啊 我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想 如果想 我分别移动 是不是做不到啊 因为他们怎么样 在同一个图层商上面 是不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为什么要 新建图层 大家知道了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假如说我怎么样呢 我后悔了 是吧 怎么样 回去一下吧 通过历史记录 是不是可以回去啊 回到哪一步啊 回到描边这一步 之前这一步吧 回到这一步 是不是可以啊 回到这一步之后 怎么样 我再新建一个图层 是不是就可以了 新建一个图层啊 那么再来描边一下 编辑 描边 是不是可以啊 好 这里两个像素 确定啊 好 Ctrl加D取消选择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怎么样 我移动它怎么样 没问题吧 好 我按Ctrl键点它 移动它也没问题吧 因为他们两个怎么样 是两个图层吧 两个图层啊 所以说他们怎么样 尽量如果说 不同的元素的话 放在不同图层里面 是不是怎么样 方便我们好编辑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方便编辑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什么 填充和描边啊 填充和描边 好 好 那么这是关于这个 针对选区的 复制单是最常用的 是吧 填充和描边 是这样的啊 填充和描边啊 好 接着我们再说 另外一个吧 这第五个什么呢 删除 针对选区还可以删除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个什么 好 这个 比如说这个图像啊 这个图层啊 是不是到这个图层里面来了 到这个图层里面来了 大家看一下啊 假如说我用什么呢 就用矩形框 把它框一部分 是不是啊 我想把这一部分 上面这部分不要 可以怎么样 删除啊 删除直接按键盘的delete键 是不是可以删掉啊 相当于是插掉吧 是这样的啊 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同样的 比如说我拿一个圈 把它圈中一部分 按 按这个delete键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 也可以删掉啊 也可以删掉啊 那么删的是一个圈吧 是不是这样的 这是删除啊 同样的是吧 比如说这个 我按delete键 是不是可以删掉啊 删掉啊 好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 要需要裁写一些东西的话 不需要的话 可以什么 删掉不要 删掉是吧 就删掉这一块啊 好 按delete键 是不是可以删啊 删掉 删掉的时候 一定要图层要对吧 是吧 你在这个图层上面删那个 是不是删不了啊 必须是这个图层吧 假设我这个时候 删了这个图层是吧 删了这个图层啊 结果我的图层在这个地方 是吧 我想删这一块 按delete键删不删掉啊 删不掉啊 删不掉是吧 删不掉啊 因为当地图层在这个图层上面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 我必须到这个图层上面呢 怎么样 才能删吧 好 这是关于这几个操作啊 这几个操作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描边和填充的一些操作 以及什么呢 这个选区的加减书是吧 加减乘吧 加减乘 好 啊 这种情况 都要춰走 说 avy尽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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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